大家好,我是欧金仙 一书一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 小王子和玫瑰的故事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 只有一片花瓣,很简单的花 这些花非常小,不占地方 也从来不会打找任何人 有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 一天,这种子发了芽 小王子仔细地看着这颗 与众不同的小苗 有天,小苗开始孕育着一个花朵 看到这颗苗上 长出了一个很大的花蕾 小王子感觉到 这花苞中一定有一个奇迹 而这朵花 它藏在它绿茵茵的房间中 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 它精心选择它将来的颜色 慢慢地装饰着 一片片地搭它的花瓣 它要让自己光艳夺目地来到世间 然后一天早晨 太阳升起的时候 它开花了 它之前精细地做了好长的准备工作 绽放后打着哈欣说道 我刚刚睡醒 真对不起 你看我的头发还是乱乱的 小王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说 你是多么美丽啊 花儿悠然自得地说 是吧 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 小王子看出这花儿不太谦虚 可是它确实美丽动人 花儿随后说道 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 请你也给我准备一点 小王子于是拿了一壶清清的凉水 浇灌着花 就这样 这朵花就以它那有点敏感多疑的虚荣心 折磨着小王子 好像有一天 它向小王子讲起它身上长的四根刺 我不怕老虎 让它张着爪子来吧 小王子顶了它一句 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 而且老虎不会吃草 花儿听声说 我不是草 小王子不好意思地说 真对不起 花儿接着说 我并不怕什么老虎 可我讨厌疯 你有没有贫疯 小王子心里想着 这朵花儿真不好伺候 花儿接着说 晚上你得把我保护好 你这地方太冷 不像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这时 花儿停了停 没有再说下去了 原来它来的时候是里种子 哪里有见过什么别的地方 它意识到自己 在说一个不太高明的谎话 有点羞怒地咳了两三声 咳咳咳咳 然后扯开嗓门说道 我要的屏风呢 尽管小王子 本来真心喜欢这朵花 如今花儿的话 使小王子对花儿产生了怀疑 如今离开星球的小王子告诉我 唉 我不该听信他的话 不该听信花儿的话 看看花 闻闻它就好了 我的那朵花 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 是我不会享受它 他最后说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 我应该根据它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它的话来判断它 它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 我真不该离开它跑出来 我应该猜到 在它那令人怜爱的表面下 隐藏的温情 唉 花儿是多么自相矛盾 我当时太年轻 还不懂得爱它 还不懂得爱它